拧开水龙头,水便会流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能够如此方便地使用自来水 离不开连接在水龙头另一端的泵 不仅是饮用水,包括农业灌溉、下水处理、发电、雨水排水在内 在今天的社会基础设施中,泵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 日利集团造泵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一百年 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日利生产的泵为我们的日常生活默默提供着支持 泵首次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的古埃及 据说,最早的泵就是埃及人用来从井中积水的结高 根据文献记载,人们在建造金字塔的过程中也曾使用这一工具 以保证劳工们的饮水 由此可见,泵从很早开始就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泵的形状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是利用离心力原理制成的最具代表性的离心泵 如同转动雨伞抖落水滴一样 当离心泵的液轮在水中高速旋转时 就可以利用离心力将大量的水运送到远方 早在作为日立制作所而正式开展活动之前的1907年 日立就已经制造出了小型泵 多数多の大型のポンプというのは欧米からの輸入品でございました それに対して創業間もない我々の創業社長である小平さんが もう既にその当時国産化を果たしていた電動機で 自从正式开始研制大型泵以来 日利凭借自主技术 在泵开发的道路上 逐渐积累起宝贵的经验和成绩 1950年 日利获得福岛线沼泽沼抽水发电站泵机订单 按照要求 这台泵的输出功率超过两万千瓦 达到当时国产泵最大输出的十倍以上 日本国内没有一个厂家 拥有这种巨型泵的制造经验 正是这台泵让日利成为了 世界公认的顶级泵制造商 也正是通过这次研发 日利的泵技术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所谓气时 就是在水中提高液轮转速时 特别是液轮入口附近的气压 快速降低 很快就会导致周围的水沸腾 这一现象就如同在高海拔的山顶等 气压较低的环境中 没有达到100度的水 也会沸腾一样 不仅如此 随着气压的持续下降 即便没有加热 水也会四行沸腾 一旦发生气时 液轮壁面就会产生气泡 在气泡的作用下 泵进入空转状态 导致运行效率明显下降 此外 气泡破裂时产生的冲击力 还会造成液轮破损 可以说泵的开发过程 就是与气势现象不断斗争的过程 中文字幕作词 ポンプの据付高さを変えたり 変え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り お客様に あるいは 運転方法を工夫したりすることで キャビテーションの問題を 工夫することができて 安定した運転を 最終的には確保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他の日本の 他のメーカーさんに差し掛けて そういうことがで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 非常意义的案件 经过不懈的努力 成功解决了泵气势问题的日立 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泵制造商 1958年日立首次进居海外市场 向东巴基斯坦的农业灌溉系统 交付了被称为东亚第一的大型水泵 之后日立又相继为埃及 美国等地的大型国家项目 提供了优质的泵产品 在为全球水环境治理 全力提供支持的过程中 日立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跨国泵制造企业 目前为解决紧迫的社会课题 日立正在积极推动泵产品的进化 为此提供有力支撑的是 凝聚集团组合实力的先进泵制造技术 CFD就是日立拥有的尖端技术之一 这是一种能够精确模拟泵内水流的分析技术 在导入CFD技术之前 需要通过模型实施水流试验 而CFD则能够在计算机上完成水流计算 今天这项技术与日立积累的丰富经验相结合 已成为水泵设计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这一项重要课题是如何减轻泵本身的环境负荷 针对一部分需求旺盛的产品 日立集团正在从传统的铸造结构 积极转换为钢板焊接结构 此举在实现轻量化的同时 还可以大幅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除此以外 日立还开发了高效的机械加工技术 通过切削材料打造产品的方式 寻求更高的品质 如今运用众多独创技术 打造的日立高性能大型泵 正在世界各地大显身手 Toshika计划是埃及正在推进的沙漠氯化工程 这个大型国家项目的主要内容是 将尼罗河水引入与东京都面积相当的沙漠地区 打造一片农业种植区 在这里日立的大型泵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泵场建设中遇到的最大障碍 是当地雨季与旱季的水位变化达到30米以上 面对这一世界罕见的严苛条件 日立集团采用了独创的岛式泵站方式 在抽水通道的末端建造水池 然后在其中建设一座如同小岛一般的泵站 采用这一方式后 以往的单向取水变成了左右两侧的双向取水 同时日立采用可根据水位变化 自由改变马达转速的可变速驱动 建成了效率更高的泵站 在这里日立技术为沙漠绿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中国日立参加了南水北调工程 这一工程的宗旨是将中国南方的水调往北方 以解决北方地区的缺水问题 具体而言就是将长江流域丰富的水资源 引向北京、天津等长期缺水的北方地区 部分地段的饮水渠长度超过1200公里 是全世界少有的大型工程 为了支持这一长距离 大容量的送水工程 日立交付了大量的水泵 目前仍在设计和制造更多的产品 加利福尼亚是美国人口排名第一的州 为了确保珍贵的水资源 日立承担了开发、设计、生产中的所有环节 向加州提供了集日立泵技术之大成的水泵 日立的水泵将加州北部丰富的水资源 送往中南部的城市和农业区 这项大规模的送水工程 为加州搭建起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向洛杉矶等主要城市供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职责 途中耸立着海拔600米的山峰 还有零气时的间距客提 为此日立重新设计了取水口以及液轮的形状 并做了全面的改良 在实现均匀水流的基础上 防止气时现象的发生 业界普遍认为 泵效率提高1%都非常困难 而日立开发的大型涡轮泵 比客户要求的效率提升了2% 实测效率达到93.3% 大概8万馬力 2%就是1600馬力 例如8000時間運転 就会有多少电力能助力 消炎的效果 加上CO2排出量的数字 就会有很多数字 我们很高兴 一般的操作火力量 准备富翅 在長期的價值,他們在長期的價值, 他們能夠不只產生氣氛的價值, 但他們也有很高的價值。 我們在經常,我們有在Hitachi的工作人員 他們的技術和技術和技術 他們的技術是非常高的, 我認為這會有很高的價值 和高的價值價值。 水資源というのは地球の中では地域的に偏在する資源です こういった偏在する資源をいかにうまく生かすかということが今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日立はポ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ポンプに関わる総合的な提案ができるよう事業展開を図っております 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より水資源に関わる課題を解決して社会に今後貢献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21世紀被称作水的世紀 今後日立集团将一如既往的推動ポンプ产品的進化 为全世界的水環境治理做出积极的貢献 21世紀被称作水